身穿短固男子情緒激動 先是一把拉住對方 接著把他重重摔在地上 被害人痛苦掙扎 連腳上的鞋子都掉了 嫌犯卻不斷挥拳 雙方僵持不下 驚動同住的朋友幫忙報警 十八代四號下午五點多 新聞中和這棟公寓 鄰居說被害人家裡出入複雜 大家都不敢跟他游往來 這回還是債務糾紛爆發衝突 原來被打的黃興男子 在工地認識蔡信嫌犯 跟他借了四萬五千元 事後還拿二手電器抵債 氣得對方上門討錢 被害人還拿磚頭菜刀想要回籍 兩人都被依法送辦 本所立即將現場相關人等待反鎖 後續依恐嚇罪行及社會秩序文護法以請偵辦 朋友為了錢撕破臉還拿起路旁的磚塊 做事朝對方攻擊 雙方在其樓大打出手 鬧上警局 記者姚立強陸宇昕 猜方報導 這裡頭跟一般的XO醬不一樣 就是他用料食材真的是五星級 其實就是你可能燙個青菜 然後你就加一點干貝醬 或者是炒飯的時候加一點干貝醬 其實就很夠味了 來五星級料理到快點夠就可以買得到 有需要的朋友呢 歡迎大家可以一起來分享資訊了